在我的右手边还有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朋友 来 吴磊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磊 然后非常开心来到新的老师 你好像是跟那个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医学生 你跟他们是一届的对不对 我好像比他们还是要晚个几届 年龄和他们比你是不是小一些 他们医学院八年吧 八年那是最短的 拿到博士学会有八年一贯制 但是绝大部分是要十一年到十二年拿到博士 至少五年本科 三年硕士 三年博士 好像在在把我大学念三遍 哈哈哈 我得把大学念三遍 上班要面对职场 你有没有担心啊或者焦虑 这也是我来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从小在剧组 呃 但就没有怎么真的在职场里面待过 职场的环境和氛围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又是医学生 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观察的 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个群体 而且万一以后我有机会演一个 白衣天使 我也可以就当观察生活了 你现在这个岁数马上就演大夫的话 略显年轻一点 我可以提前做准备了 我连上八剂 历年新弄的offer 正好呢 就到30rp了 预测了后面5级都是医学 哈哈哈 大家有没有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一种 有没有什么样的社会刻板印象呢 我小时候一想到医生 我想的是他们是一群万能的人 就是我自己的既定印象就是他们所有问题 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好 那后面你发现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医生也都是普通人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会觉得可能大家太神化了这个职业 这一季offer去看一下医生他们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落差 对 有这么一句话 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 人们错把巫术当成医学 但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们错把医学当成巫术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医生和医院我们真的认识和真的了解吗 目前看来好像未见得 因为不够了解而发生了一些误解 我想说这个节目也能够让大众对这个群体有多一些了解 是 那就讲一下我们的规则 因为公立医院的特殊性 本季不会直接发入职offer 而是获得医院最终面试资格的offer 医院将会提供两个offer的名额 加油团在本季十七节目中成功点亮 七盏那个小草灯 将会为医学生增加一个offer名额 所以我们加油团队还是很重要的 之前是直接就发offer可以工作 现在是提供面试机会 郝勇老师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普及一下医院的招聘这个流程 大家觉得医生就是毕业之后好不好找工作 好好找吗 医学博士要想在三甲医院留下来其实挺难的 所以博士都未必有机会进到三甲医院 四甲医院有什么要求呢 要过四道关 首先第一道就是初筛简历 就像我们朝阳医院眼科 每一年大概报的名额会有70多个人 第二道关简历的复筛 70个人里头只取10% 就剩7个人 这7个人我们准备面试 90%参加不了面试的 对 第三道就是面试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就看你的各种的反应能力 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 如果是这个人打扮上科研经历很好 但是不爱说话那也不行 还有最后第四关 鄙视和心理测试 我们要让他测一些心理题 和能不能承受医疗的高压能力 所以70多个人 只要一个 这次医学生实习 他们实践的那个地点 是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拍摄是在医院指导下 严格遵属防疫和院感各项规定下进行的 那么医学生们会在这里 怎样开始他们的求学之旅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简称浙大二院 创建于1869年 是浙江省西医发源地 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 浙江省连续两年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国考全国前十 自然指数全球百强 全国四强 是G20杭州峰会医疗保障定点单位 及住点单位 众多海外医师首选的 中国培训基地之一 你这个CC是组术 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你不要拿出去给人家笑话 千万不要搞错 张冠理在的 看你 病是什么 这个没有关联的 你这个已经是先斩后座了 感觉很凶 糖尿病有很多种 那么这个种叫什么呢 叫做Pancreatal Genetic Diabetes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Pancreatic Lesion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评判 它的全身状况 你放心 我那会给你弄好的 你放心 可可爱的 林妹妹 我差不多一圈看完了 哎呀 董哥哥 你到时候 带他们吃个饭 好的 很亲切 你们两个住这里啊 好不好 谢谢他 香烟你要是再抽 我下次还会给你再放自己 我都是带给他 办公室医疗区域 严禁吃零食 你被护士长抓到 要我买奶茶 不买奶茶 你就偷偷摸摸塞给他 我买奶茶 八位医学生 要通过三位主任医师的面试 才能加入实践学习 感觉都很严肃 我觉得都 因为都变严格了 老师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我叫谢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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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谢许超学生 我认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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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加入浙江大学 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开始三年的科研训练 我在肝胆衣外科的知识掌握 可能是 对外科中掌握最好的 是面试下来 唯一有专利的一个学生 正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就顺便申请了一个 行脊上是很合适当外科医生 是很合适当外科医生 是长刀 那是好 对 但这个就是天分 对 但这个就是天分 我的家庭 世代 行医 我觉得我特别能够吃苦 可以把最辛苦 最难的部分交给我 其实我想通过 这次实习来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这样学校毕业的学生 也会一样努力 也会成为一名好医生 最小的就代表的是 我是最年轻的 我是最有活力 我是最有冲进去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 我想去做的事情 我一定把它做成 尽全力把它做好 古人云不为良相 当为良医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 有深度 有温度 有态度的医生 我一定会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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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做 vomit 我 KAR-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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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